大家好 今天来说一下小程序的首页设置 现在呢 我们这小程序的页面呢 就是在这个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这首页最上面是有一个banner 然后下面有这个导航图 这是优惠券 就是新优惠券 可以不用看 这是优惠券 就会出现这个 然后这有公告 下面是一个魔方图 还可以添加视频 然后我们 下面具体讲一讲都该怎么设置 后面的我们我已经登录上了这个平台 电商平台 然后登录之后呢 在左侧最下面一个设置 然后点进来之后 在简按着这里找到首页设置 幻灯片 这个就对应着banner rate的设置 点击幻灯片之后呢 可以点击页面右侧的添加幻灯片按钮进行添加 我这边已经有添加好的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幻灯片名称这个随便起 只要你自己能看明白就行 然后幻灯片需要有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建议这个尺寸 710乘以320 或者是同比例 都可以做的图片呢 要最好符合这个 尺寸 然后所有的幻灯片的尺寸呢 都要一致 嗯 做好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这个上传图片按钮 先上传 上传之后呢 然后选择它再点击确定 就可以这个配置好这个图片了 然后这图片呢 也可以链接到 有一个链接 就是点击之后有一个跳转 可以选择本小程序的外链 还有外部小程序的链接 都可以 那如果是选择本小程序的呢 在链接这些打里边 右侧选择链接 这个按钮点击 可以选择这个商品 比如一搜索商品的名字 然后呢 就搜索出来 然后点击选择 就可以连接到一个商品 还可以连接到这个文章 这个文章怎么配置呢 一会儿再说 就是也是搜名字 搜文章的标题名字 搜回来之后呢 在结果里面 点击选择按钮 就选择好这个链接文章了 我跳转到那个 你配置那个文章的那个页面去 然后这个还可以搜索一些分类 分类 也可以一样 搜索分类的名称 然后在搜索结构里面 点击选择 这个分类呢 我们另外一个视频里面讲过 就是配置这个商品的分类 然后这个就是链接的选择 本小程序链接的选择 下面那个排序呢 这里写了次数越大 数字越大 排名越靠前 你想象它在第一个出现 就给它这个方数字大一点 在后面出现就方数字小一点 状态呢 就是你要给它显示的话 就选择显示 在配置完之后呢 它就点击提交 就可以了 我这里边呢 有两个显示的 其他的是掩藏的 这个bunner位呢 就输到这里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这是有个导航的位置 导航位置在这下面 导航图标 这个图标呢 也是自己去做 然后呢 同样点击右侧的 添加导航按钮 就可以添加 这个导航图标进行配置 然后我这些配置好了呢 一起来看一下 看怎么配置 就跟刚才那个bunner位一样啊 就写上那个名称 只不过这里还有个英文名称 英文名称 然后呢 同样就是选择图片 而这图片的尺寸要求是120乘120 这个尺寸呢是1比1 比例是1比1 同样呢 这个图片也可以选择链接啊 这里选择了本小程序的一个链接啊 这链接到了一个 应该是一个 一个分离页里面去 应该是连接到一个水果的分离页里面去 看 由于它闻到应记水果这个页面去了 这是一个分离页面 排序呢 跟刚才一样啊 就不再重复说了 这状态呢 这是就是显示 我们有小程序和H5的 你可以分别选择在小程序或者只在H5里面显示 那第一个显示就是小程序和H5都显示 那导号图标就收到这里啊 配置完之后就是刚才在这界面 同样点击提交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下一个 就是这里有个公告 有个公告 公告 公告呢 也可以去点点击公告按钮完之后 在页面右侧点击添加公告 然后写上公告按内容 还有排序啊 然后状态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公告设计呢 你可以配置这个这个小喇叭这个图标 啊 就这个 下巴的图标 然后字体颜色 啊 还有这个背景颜色 就是可以配置 然后这公告这块说完了 再往下走 这块是 模方 图片模方 图片模方就在这个下面 这后台管理这个图片模方点击一下 然后右侧有添加图片模方 嗯 然后选择一个我们已经添加完的 来一起看一下 然后呢这个模方的名称 给一个啊 排序 就这个模方不止可以有一个 我这里只添加了一个啊 还可以有多个模方 就是一个按一个就往下排列 那排序呢也是同样数字越大 排名越靠前 状态 这个就不说了 样式选择 有 就是 这个图片上这这种排列的样式啊 有一个图的两个的 这样的 然后每个上面呢都有一个尺寸的说明 或者是比例的说明 按照他这个尺寸和比例的说明 你能去做这个图就可以了 我现在这个 图片模方呢是选择应该是这个样式啊 就是所有图片等尺寸或者等比例的 我这个都是做成一个方形的图 我这个尺寸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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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成了 1比1的比例 板块设置呢 就是每一个图片啊 你都给他选择图片啊 上传 然后选择好确定这图片 然后图片的那个 链接呢 就都可以选择本小程序 外链 或者是链接到首页 独立页啊 这个首页分类就是指 这个首页下面这里 这里的分类 就会跳软到这里的分类 那这独立 独立分类页呢 是指这个分类页 小程序的分类按钮 下面的 这个这些 就是独立分类页 这些 左侧的这些分类的项目 就是独立分类页 那具体的选择呢 本小程序里面的 这个刚才都说过了啊 这个选择方法刚才都说过了 还是一样的 就不再重复说了 然后 这个配置完之后呢 再配置下一个 就一次的配置 一次的配置 都配置好之后呢 最后点击提交 然后这图片模仿就配置好了 这图片模仿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图片模仿 在这个 电商光链平台后台这个 透明模仿下面 就是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点击来之后呢 给这个视频呢 配置一个封面图 这个图片啊 上传和选择啊 跟前面来说的都是一样的 就不再重复说了 就选择一个你的图片就行了 那视频呢就是 嗯好选择图片类似一样 点击选择媒体文件按钮 然后点击上传视频按钮 然后在你的这个 本地呢 找到你的视频 选择完之后点击打开 然后他就再上传了 上传完成之后呢 你选择这个视频 然后 他这个视频就放到这里了 然后状态就 要显示的话就选择显示啊 要提交 提交完了之后呢 在小程序里边刷新 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你看这个视频的这个封面图 就是我上传的这封面图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视频的按钮 他就开始播放了 视频就开始播放了 好 这就是小程序首页的配置方法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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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这个视频 我来说